我的真名真的没什么人知道 大家都叫我玫瑰 因为我们这家店叫玫瑰咖啡 2008年的时候 我就正式有自己的实体店 开始自家烘焙 那时候人们对精品咖啡的认知 还停留在咖啡是等于素融的阶段 我每周至少做两期活动免费的 唯一的要求就是 他们不能放糖跟奶 要求他们就是你免费的来喝 喝了之后大家一起讨论 里面有什么味道 那时候聚集了一大堆的咖啡迷 很多人也因此 后来都是咖啡店主 当然疫情对整个大家都造成了影响 那在这段时间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就开始直播 我这辈子就算没有大出息 能够一直在做咖啡 我已经觉得是我的荣耀了 我希望我在老太太的时候 我仍然能站在吧台 没有人嫌弃我 我能够一直在吧台冲咖啡 然后我的愿望非常简单 好 我非常感情 非常感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